1460天的心路历程 疑惯心来疏 讲给你知道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陈汉历程议员 议员相当年轻 然后在整个政坛上 应该是有传承的 是有家族在政治上付出的相当多 然后现在也要转跑道 要参选民间乡的乡长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陈汉历程议员 参选几届三届 那我算是蛮 这一路走来算是 真的是蛮辛苦的 也刻苦铭心 因为其实 我第一次参选议员的时候 那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那一次是完全都不知道 就被骗回来选举了 那一次我也没有当选 没有当选以后 因为我们家算是政治世家 我也不怕人家知道 有一些人会骂我说 你们政治世家 我觉得 做医生的也希望 这些小孩子做医生 做警察的也希望 这些小孩子做警察 所以我觉得 这里没有什么好 不好意思的 当然我第一次选完以后 我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以后 那我也试着去创业 那做的也是还不错 那当然呢 就是说 对政治我就是 比较没有感兴趣啦 那为什么第二次会参选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 记得住的话 那是我在民国99年 好像是民国99年 我参选第二次 那次是在选前三个月 我决定要参选的 那一次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妈妈 就有点健忘症了 可是我们都没有当作 那是失智 结果 我们 也是因为这样疏忽 然后妈妈就跟我讲一句话 我就很震惊 她跟我讲说 汉莉亚你要是 不选的话 她要选 当然我那时候 那时候的想法 就是三个月下来 我要是 帮妈妈 把这段路走完 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 因为妈妈很瘦嘛 然后就 就没选上 就当作刚刚好 这样子 结果 第二次参选 我以第九 第九名 我们南投应选实习 第九名 选胜 这样当选 那可以说是 我选后以后 我非常不适应 非常不适应 尤其是 理想面跟这个 南投的这个政治环境的 这个现实面是非常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 就是说 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南投的议员 是真的还蛮可怜的 其实服务案件 委托案件里面 基本上 我敢这样讲 大概几乎一半是不需要服务的 那有一半是真的需要帮忙的 这个我可以这样讲 我也不怕人家骂 那 我觉得说 就是 刚开始第一年 我很不适应 很不适应 基本上 刚开始的时候 面对所有的官员 年纪都比我还要大 那 我也是五宠四宠 可是后来就是 慢慢的去转练 转练就是说 那我在分析里面就是 十个服务案件里面 可能有五个 他们是需要帮忙的 那这里面又 是真的需要帮忙 或者是他们是被 遗忘的一部分 或者是 真的是找不到 这个管道去帮忙他 我觉得 在这一方面 我反而帮忙这些人 适合去改变自己的心情 那 因为那时候 我到现在 我觉得 因为一刚开始就是 大家都会 拿我跟其他的议员 做比较嘛 其实我们 整个地方 是比较 人情味比较重的 那尤其是 我这样平均下来 就是说 我们 南投跟民间乡 这样平均下来 一个月 往生的案例 大概是八十件 平均下来 那 我觉得 我虽然 虽然觉得说 时间是 没有什么品质 可是就是说 我有时候 我去到商家 我在第一时间里面 去了解说 他需不需要帮忙 那其实 我们南投人 很 就是说 贫富差距 还是蛮大的 那很多就是 家里面 他是真的需要帮忙的 那还有就是说 就是 那时候 进来了以后 我第一年 转念完了以后 我觉得说 看可不可以 我不敢说 我做的事情 都是对的 可是我尽量 就是说 做对得起 自己的事情 做对自己 做对的事情 因为 因为真的是 不简单 就是说 我觉得作品 代表 除了生活品质 不好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 太过于忙碌了 忙碌到 就是说 你没有时间 去 吸收一些知识 有时候我觉得说 有时候越做 会越退步 你是不是知道 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刚开始 我们的议员 是基于孝顺 就是说 父母的期待 希望在政治 这条路 有传承 然后也对 汉利的了解 觉得他是很适合的 但是呢 汉利踏进政坛之后 发现 其实真的不容易 大家可能看到 议员是 光鲜亮丽的一眼 但是没有想到 议员的时间 是被占满满的 你可能一早 就在出门 然后一直服务到很晚 还有就是 很多服务的案件 其实法令的限制 或者是 很多经费的困难 人事的困难等等 就是 请托的案件 没那么简单 那对于一个年轻人 踏入政坛 一方面又遇到 这些困难 然后一方面又觉得 怎么过得这么没有生活品质 那我们从刚刚议员所讲的 我们就感受到说 议员他很有热情 然后他也很有关怀的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那么多弱势 那么多没有管道 那么多需要发声的 他都愿意扛起来 所以渐渐的 他不只当议员 他有更大的理想 我们想听听看说 议员怎么会想要转换跑道 为什么要转换跑道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去看到每一个县市 如果他出了一个好的领导者 那个县市四年八年 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改变的 就是县议会跟县政府之间 不应该是否会和谐 是县议员应该要讲说 自己该监督的力量 我懂 那其实 其实我们议员只有建议权跟预算权 那当然就是有时候我建议的 当然县长他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 那预算的部分 就有一些人就笑啊 说汉利啊 你在一会里面 你们在干嘛 预算都砍不到啊 或者是不该做的 你也给他做啊 基本上我第一届跟第二届的时候 我是很认真 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该讲的讲 该砍的也要砍 甚至有时候闹着跟我的同事不愉快 那当然这都过去了 也是我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可是就是说 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多 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多 就是说 不是我们不砍 不是我们不讲 是有时候会陷于两栏 我讲了一些 比较辛苦的事情 就是说 像 议员里面包含 又请托的又人士 那有时候县长做不对了 我跟县长讲 可是他听得不开心 他听得不开心 可是县府里面的人士又 拜托我们去 是 这样 那有时候我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你知道 里外不是人 就是说 就是说 监督的角色 跟互职县府的角色 是冲突的 对 所以我在这一届选 议员的时候 就是在四年前 我就跟相亲讲说 我不再做议员了 就是说这一届完了以后 我就开始思考 我人生的路 因为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是蜡烛 两头烧 因为我妈妈 失智九年 那我基本上就是分身乏术 分身乏术 那就是你又要 做好议员的本 角色要做人家的孩子 是真的是很不简单 而基本上我觉得 议员最辛苦的是什么 议员最辛苦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 就是说 专业的议员是非常的辛苦的 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 像我们这两三届 都有卡到助理费的问题 基本上我要跟相亲 这样报告就是说 议员一年的收入 大概110万 其实是很少的 很少 那开销呢 大概是150至160 那我真的是 帮这些议员 在教区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历史工业 因为早期的这个助理费 是打在议员的账户里 那在由议员 大水库 对在大水库 在议员再次去请他 那可是我们一年 一个月只有8万块 你要请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对 非常困难 就是说 因为 以前议员他可能打个2万 3万 给那个人 就是请他跑一些 简单的选民服务 或者是商家 这样子 那后来就是因为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 这个 这个 这个劳健保的问题 劳健保的问题 那所以呢 就改由为议会发 所以 当这些议员 他们一直在欧巴的时候 一年欧巴 是50万不多 可是欧巴 两三年以后 那我问你 他们要怎么办 会浩劫 对 所以我觉得做议员 的辛苦 就是除了就是说 你要监督 又要完成人家的委托案件 然后 你在金钱上面 你久而久之以后 所以 我在帮这些议员 请命 就是说 我觉得 当他或者是我没有鼓励 可是你自己想想看 他占一个人头的时候 他每一个月 他可以减轻他的负担 可是我也跟相亲讲说 如果这个议员他服务的不好的话 你下次就不要让他选上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我是把大众的议员的辛苦 跟困难讲给大家听 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汉利议员呢 他非常的有同理心 然后也非常的 真的很有争议感 他讲出了 我们所有议员的困境 那也讲到 我们所有的议员的辛苦 真的 要服务的选民这么多 然后要服务的辖区这么大 但是他们的薪水 其实是不多的 然后助理的限制 也非常的多 那国家对于人事的费用 就只能赚用在人事上 是不能留用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也对议员造成 蛮大的困扰 还有其实蛮多助理 他其实也会很在乎 他的权益 然后很在乎 你有没有给我超勤津贴 你有没有给我加班费 你有没有让我去健康检查 甚至你有没有补贴我油钱 那甚至你有没有补贴我餐费 误餐费等等 其实真的我们看到 要当一位议员 真的不简单 但是呢 我们汉利议员呢 他坚持了三界 他也希望能够 肩负更大的责任 来服务 乡亲 尤其我们看到 这一位年轻人 很勇敢地跨出来 要来选民间乡的乡长 那在地方上 也听到非常多的好评 我们想要听听看 在他议员任内 他做了多少 推动了多少 或服务了多少 印象深刻的 来跟我们分享 我在我的议员的 我们的建议配合款里面 我有去计算过 起码超过一半以上 很确定的是一半以上 因为其实 我们在配合款上面的运用呢 民间乡的这个融入呢 跟这个 的水沟 它会绝对会比南投还要多 是 所以我 光是配合款的部分 我三四千万是跑不掉的 那 至于就是说 在民间乡的部分呢 我们这几年的这个 这个 国小的跑道 有一些跑道是 真的是像战后以后的跑道 或者是 呃 民定生一世的 那我们像我们最近的新民啊 新民国小 乔新国小啦 民间国小 新街国小 都我在开始争取跑道 那 呃 我在两年前呢 把这个 我们的 150县 就是 呃 从那个南基到 千八家这条路 赤水 对 我为赤水 精出到千八家 把它排入我们钱帐里面 争取的一亿多 哇 然后还有就是 出零虎路 出零虎路 整条 这样空 也是两年多前 由那个 主委村的村长 拜托我 那我是想 绞尽脑汁 把它排进去 那一个也是三四千万 那当然 我觉得这个都还好 都还好 那我做议员的时候 一刚开始 我们的 银行午餐的预算呢 一个小朋友呢 只有二十块 那时候有 食安用油的危险 所以我有 争取到 提高到三十块 我觉得 你今天 你南投县政府 你竟然要提出 免费银行午餐 你就要让人家吃好 那当然现在的预算 还有在提高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感到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民间乡的灌溉用水 这两三年 我跟蔡培会的努力之下 我们民间乡的灌溉用水 从林中南的时代到现在 一直没办法解决的 问题是 但是当初他设计是要接 这个佐水溪的水 然后一层一层的抽到浦中村 就是我们民间乡最高的地方 来做灌溉用水 可是 罗水系的水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太浑浊 他必须要经过沉电池 所以相对的 他的成本也比较高 那在20年前 林中南老县长在设计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的管线 很容易拼共 就是说当你在往上推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会受不了 所以会拼共 而且那时候的材质 不是环保材质 所以现在的厂商要回来维修 都很困难 因为他找不到相同的材质 所以他没帮我连在一起 那我跟蔡北惠 我们就是一直在争取 因为大部分的机关都不想接 因为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烫手的山蜜 那终于在三年前 两三年前 苏贞山拍板定案 就是交由这个 农田水利会来接管 当然这个接管 南投县政府 跟农田水利会有一些小冲突 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有点久 那可是我也是希望说 南投县政府 赶快把清单列出来 哪里有哪里没有 给人家去接管 那我们争取了三一四千万呢 在这个我们赤水 跟竹围村 已经各挖了两口井 还去修复当初的蓄水池 也是用这个抽水的方式来处理 那因为我们民间乡的 这个水的这个价钱 从一度十二块 到浦中森 一度二十八块 至三十块 这个对农民 非常的不公平的原因 是在于就是说 我今天 在浦中森产出来的茶 跟在 比较低海宝的地方产出来的茶 它的价钱是一样 可是成本不一样 所以 我 做乡长 我希望说 在我任内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我希望说 在童原郡以上的 八块山山脉呢 想办法 至少做到五十percent以上 变成灌区 就是灌区 就是说 希望他们用水的费用 变成一度都在十二块以内 好 我们 听到我们议员呢 他在他任内 不管是 海统的 学校的跑道 还是 营养午餐 都非常的关心 而且因为议员的关心 也得到了 很 很好的解决 然后能够 如期的完工 刚刚又提到一个 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 民间乡呢 基本上 它是丘陵地很多的 然后高高低低的地势 其实在种植各种农产品 是非常的辛苦 那经过议员的努力之下 总算跟中央 不管是行政院 或者是 跟农天水利会这边 跟县政府呢 当一个最好的桥梁 让我们民间乡的灌溉用水 有了初步的改善 当然 看起来是还不够的 所以议员呢 他希望 未来如果有机会 他能够担任乡长的话 他其实是希望 可以解决 更多农民成本的问题 我想相信 看到节目的 民间乡的乡亲们 一定非常的期待 也希望能够 让我们的产业 有更高的提升 更低的成本 那想再请教一下 我们 陈议员 那你觉得 还有什么是你 今天如果有机会 当选乡长 你想推的 还有什么 如果我当选乡长的话 第一个我会处理 垃圾的问题 那当然 你会去质疑到我一点 就是说 你做乡长 凭什么 有这个能力 来处理垃圾的问题 现在民进乡 大概有三万两千吨的垃圾 在这个 我们的田载村 那对田载 新街 跟新光 新出外亚的人 都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 真的是你没有 必要去闻那些垃圾味 那民进乡 一天产生 19吨的垃圾 产生19吨的垃圾 那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垃圾的问题 就是说 当南投县政府 他一天的扩打 他只有100次 120吨的时候 你怎么去争取 你该有的扩打 该有的扩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会强力的 教育 我们的乡民 我会甚至做 垃圾袋给他们 就是说 你这一袋是放 有味道的 有厨余的 然后你另外一袋 是放没有味道的 因为你要去 帮这些 住在周围的人 想办法 当我们垃圾 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你19吨的垃圾 里面你可能 胎出来会有 5吨至6吨 就是你吃过的 饭盒 或者是你的 一点点小小的厨余 拜托你放在这个袋子里 那我可能 因为这样 抬出来 可能剩下5吨6吨 这6吨的垃圾 拿来烧 拿去处理 然后另外一个 我会发这些资源回收券 我们明镜厢呢 我们民间厢的老伙子都很轻账 你教他们说 这要怎么放 这要怎么放 你可能拿5吨 10吨 它会比外面的这个 资源回收厂的价钱还要好 那老伙子就 我这样做 我也是账到钱了 所以一直处理 最后啊 我清洁队去 去的时候 来 阿宝 这5吨 这10吨 所以我 跟我民间厢 在办活动的时候 你们这些 市场都可以来 很好 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样子的话呢 那 这3万2千多人 垃圾要怎么处理 基本上 我先处理味道而已 所以呢 我还会拜托 我们南投县政府 先把这些旧垃圾 捆起来 我没办法 一次处理那么多 但是旧的垃圾 它相对的味道比较少 它打爆以后 也比较没有味道 如果 我做厢长 南投县政府 没有把民间厢 该有的扣打给我们的话 我一定开垃圾车 去南投县政府抗议 甚至把垃圾 冲进县长官邸 我一定会这样子做的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 南投县13乡镇的人呢 他要 应有的权利 我没要跟你拼 但是你一天 一百当里面 你照人口所 我们民间也要 分六七当 对不对 你不可以说 这样就要 你较好的地方 哪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这是第一点 分手的问题 第二 民间厢大概2600公顷的茶园 尤其是饮料茶 那饮料茶呢 我会怎么做 第一个 我希望我们的饮料茶呢 因为我是从国外读书回来的 我要把茶推出去 让它的价值拉高 让它的价值拉高 让它变成跟全世界都 都喝咖啡一样的这个感觉 所以当你的茶的这个价值 充起来的时候 相对的 我们的乡民也跟着富裕起来 是 我会 很主动的出去国际 帮我们民间的这个茶的产业 来做推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国外茶 跟我们在地的茶 我会很精准的去把它区分出来 是 让我们在地的农民呢 他可能一个小家庭 他种一甲的地 他就可以维持家里面的生活 他甚至种两甲的地 他变成很富裕 这个是我要做的 然后还有就是 观光 明天江虽然是以龙 立香的一地方 可是就是年轻人呢 如果你要是家里面 没有这个农地的话 相对的现在农地的成本也高 你回来你没有其他多余的选择 那我 我想要来发管观光产业 很可笑的是 在今年7月7号农历的时候 我的小编问我 我就说 汉莉亚汉莉亚 他这个介绍一个地方 我们情人节可以在民间相约会的 坦白讲我想了很久没有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惜 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农田 你回来 你是不是有第二个选择 可以去选择 你起码你要给年轻人一个活路 让他一个多一个选择 所以观光我会发展精致的观光路线 我会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茶田上面 甚至办音乐会 我会去办 利用民间相的这个坡度 来办一些这个国际的一些活动 跟我们的寿天宫结合 来办一些国际的玄天上帝节 这个我一定会这样子办 让人家觉得说 我今天从民间交流道下来 我不再是只是去水里竹山西头 而是你是真的来民间消费 你是来民间消费 再来 我在民间交流道旁边 我有一块这个 南投县农会的地 那块地呢 我希望未来 我要做一个民间休息站 我希望他可以吃掉 南投休息站一半的人流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说他下来呢 他不但是有好的地方可以去 他可以休息上厕所 我甚至会委托一些人 来做这个造林的景观 那我希望说 在我们民间消费的这些小农呢 你六日你不要再东奔西跑了 你也不需要再去做游牧民族 你就来那边去卖你的农产品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民间消费很多事情要做 还有一点 我觉得高工举真的是很魂囚 你过年过节的时候 你在我们民间交流道 你在封什么路 你在封什么路 真的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啊 你封什么路嘛 所以呢 我一定要求什么 我一定要求说 未来你在交流道那边 你给我做一个指示灯 上面如果有在 你让我们民间人知道说 今晚我会打架 然后你若是说 民政社搭车你还要去 那就是你的事了 可以自主选择 对自主选择 那我觉得 第二个 就是说我在这两年 我把那个工业路 要求延伸到 民松路 就是说你起码你台三线 你还有一个连外道路 那这个呢 一定会变成未来 全台湾最美丽的 半山腰公路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 所以当民间人 因为民间跟南投市 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当民间人要来 南投市的时候 他可以走这个工业路 可是我不知道 会不会在我八年任内做到 可是全确定的是 我们南投县政府 已经有送进去检讨了 那相信这个也没有问题 可是未来就是因为 土地的征收啦 跟这个道路的规划啦 可能没办法在我任内做到 但是我希望说 这条可以代替台三线 民间家虽然年轻人 他愿意回到家乡去做事情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民间家 也没有在重视教育这个问题 我如果做乡长 我一定会集结 我们民间家各大茶厂 甚至一些企业家 我说你来帮这些小孩子 想出入 你愿意留在民间 独国小国中 我一定给你更好的教育资源 像比如说去年 我们民港国小 在户籍内的31个 实际去报到只有8个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年轻人 他愿意在这边传宗接待 他愿意在这边 把小孩子留下来 可是如果他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可能一个年级 也剩一两个 他就不要留下来 所以我未来 我做乡长的话 我在这方面 我一定会强力的 把资源留在教育里面 虽然跟乡公所 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我愿意这样子做 因为我希望年轻人回来 他的小孩子是好的 教育的环境 恨你做卑拼 民间国家好